火箭好举十连胜 他们上一次拿到十连胜居然还是六年前 当时发生了啥 随着火箭队132比126击败西部第三的雷霆 如今他们已经正处于一波十连胜当中 也是目前联盟三十支球队中最长的一个连胜 恐怕之前谁也想不到 排名在附加赛之外的火箭队居然能够在赛季末期 爆发出这么大的一股能量 而遥想火箭上一次取得十连胜 居然已经是六年前的17到18赛季 那么当时的火箭和如今的火箭又有何区别呢 那可真的是打得去了 17到18赛季无疑是火箭新日记以来就巅峰了一个赛季 当时的哈登正处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巅峰期 无解了单打 加上神仙难防的后车不三分与恐怖的造犯规能力 让哈登那个赛季打出场均30.4分 5.4篮板8.8主攻的表现 因此他个人也加冕了生涯第一座 也是唯一一座常规赛MVP奖杯 除此之外 在17到18赛季开始前 火箭队通过交易得到克里斯保罗 灯泡组合彻底诞生 保罗的到来 充分弥补了哈登关键战或者G欧赛容易疲软的问题 在那一年 保罗多次凭借关键的发挥拯救火箭与水火之中 因此那年火箭队常规赛 也是打出了65胜17辅对势最佳战绩 将之前对势最佳战绩58胜24辅 刷新了整整7个胜场 如果这还感受不到那年火箭队的恐怖 用另一个例子来说 当时杜兰特加盟的银河战舰勇士 那年常规赛仅打出58胜24辅的战绩排名西部第二 而压在他们头上的正是火箭队 说的之外 当年的这火箭队在季后赛也是势不可挡 首轮他们先是4比1轻松击败三连郎 最后次轮又是4比1轻松干掉绝世 而西爵他们的对手则是当年的无力支持勇士队 而他们甚至一度大比分3比2领先勇士 若不是保罗受伤 缺席关键的后两场比赛 或者第七场比赛 火箭队三分没有二七头零重 而是投进几季 那年几乎总联赛的估计就是他们了 不得不说 那年那支火箭队真的是十分恐怖 如果进入总联赛的话 恐怕骑士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勇士如果处于独一党 那么火箭队就是仅次于他们的下一党 而巧合的是 如今火勇大战在本赛季再次开启 只不过这一次双方 竟然是为了争夺一个附加赛席位 不得不说 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